头戴棒球帽穿着紫色外套 在两名远景的搀扶下 欢欢走上楼梯 61岁的阿嬷再也忍不住情绪 双手捂着脸痛哭 带着孙女出门却失联整整八天 为了小朋友的安全 家属提告阿嬷略幼罪 3号晚间警方寻货祖孙两人 就在娃娃机店楼上 附近还有不少商家 警方调阅了上百只的监视器 分析通电记录 在桃园安乐街找到阿嬷的作物处 当时她和小孙女都在里头 附近的店家直到看见一辆辆警车 才知道大家都在找着祖孙两 躲藏在这 就分析两台 一台在这边一台在里面 我后来也是看FB才知道说 是失踪的 下午有一位女警打来问 说有没有一个阿嬷带孙子来住房子 我说没有 没有带她孙女来 原来女童患有关节炎 要定期的打针吃药 疗程不能间断 阿嬷疑似不买西医的治疗方法 加上和女儿的教养理念不同 才会把孙女带走 上个月27号 新北市领口家中留下字条后 阿嬷就带着孙女出门 当天在嘉义入住一间旅店 也曾到朋友家 还到童装店买衣服 虽然期间有向家属包平安 但在30号搭上客运回到桃园后 家属就找不到人 直到9月2号她才打给儿子 坦诚是不忍心看到孙女受到疾病所苦 才把人带走 不忍心小孙女得靠吃药打症治病 把她带离爸妈的身边 还影响到开学上课 就算初中是心疼孙女 但这样的做法 实在让其他的家人难以接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